在宁代号称四大奇术作品中 有一个人物在水浒传和金平梅两部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他就是武松 水浒传中的武松是打鼓英雄梁山豪汉 而金平梅里的武松却胡沃平洋非常窝囊 文学作品角色的转变看似简单 却映射出万历时代社会的人情风貌 世经百态 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万历新王路第十二集 打鼓英雄梁平洋 明朝万历时期 自从进入国本之争以后 虽然整个官场一直在折腾 但历太子毕竟只是少住人关心的事 国本之争也只是皇帝与大臣之间的对抗 它并没有影响到明朝普通百姓的生活 明朝社会发展到万历年间经济发达文化繁荣 大部分百姓的生活进入到富足现状 在此期间 娱乐活动成为生活的重要部分 那么明朝万历年间的百姓如何生活 今天的我们又该如何理解他们的生活呢 百家长贪婪 邀请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为您讲述万历新王路第十二集 打虎英雄骆平衙 那么在明朝在万历年间主要娱乐有哪一些 各个地方不一样 但是有三件娱乐活动是大家都喜欢的 老百姓喜欢的 第一件赌博 第二件看戏 第三件听小说 这是大家都喜欢的 那么这些活动这些娱乐都是大家的娱乐 不是一个人单个活动 都是集体活动 集体娱乐 我们以听小说为例 和看小说是不一样的 我们说读小说 看小说 一个人一卷书 拿在手上 然后看得精彩出 自己笑出声来 家里人一看 身经病 那么听小说不是这样 听小说是大家一起听 可以交流 可以群情疾困 可以很感动 可以大家哭声一片 甚至可以发烂 说说书人说得不好 把鞋子脱下来打过去 这个太好玩了 当时听说书 听什么说书 明朝有四大奇书 哪四大奇书 第一大奇书 三国志通书演义 第二大奇书 《中义水浮传》 第三个 《西游记》 第四个 《金平梅》 这才是明朝的人和清朝的人 说明代四大奇书 那是这四个 在这四大奇书里头 武宗在两部书里头都是重要人物 第一部 《水浮传》 第二部 《金平梅》 这两部恰恰是不同的小说 它都是很重要的人物 比如说他在《水浮传》里头 那是顶天立地的英雄 《水浮传》诸位都读过 读书和看电视 绝对不遗鬼使 那么《水浮传》可以说是个结构它非常奇妙的英雄传奇小说 读过的朋友不妨回顾一下 他都是一个英雄引出另外一个英雄 开始是高求 当然这不是英雄是狗熊 高求引发出八十万进军教头 叫做名字王晋 然后由王晋引出九文龙死浸 由死浸引出花和尚鲁志生 由鲁志生引出豹子头林冲 又是一个八十万进军都教的 由林冲引出青面兽杨志 由杨志引出天王朝盖 以及自作性无用 还有卵子三雄 然后由曹盖引出夫宝义宋江 由宋江引出行者武宋 而在所有的英雄好案里头 在福祉福传里头 用最大的篇幅来演绎一个人的故事 那就是演绎武宋的故事 你看看 叶国锦阳港 最大蒋门神 大闹飞云谱 雪见鸳鸯冷 每一件事情都是惊天地动鬼神 至于他在打完了锦阳港 打死了老虎以后 在清河县 斗篮跟他哥哥见面 还背了个嫂子潘金莲调戏 以及最后刀劈西门切 这只是武宋所有的情节里头 故事里头的小小的插曲 随护传的作者之所以把武宋 这段故事安排在武宋身上 实际上进一步塑造武宋的顶天立体 说他在男女大房子上 他是如何能够守得住英雄本色 说他在家里受到困难的时候 哥哥被害死的时候 他怎么样去付诸法律 当这个法律无法解决他个人的问题的时候 他如何撕掉 所以他能够在法律和个人情仇之间 他把握得非常准确 所以水浒传里头武兄是这么一个人 但是到金平梅不一样 金平梅这个书和水浒传就不一样 金平梅他什么书 言情小说 世经小说 所有打虎英雄武松 在水浒传里头 他是顶天立地的好汉 但是在金平梅里头 他只能作为一个油头 作为一个影子 把谁引出来 把情场英雄引出来 引作谁 这个情场英雄是谁 西门庆 所以在金平梅里头 他的主角是西门庆 而不是武松 但是在金平梅里头就把武松拎了出来 如果我们用现在的版权法 来看一看金平梅 金平梅是清饭了水浒传的版权 为什么呢 他很多环节 主要是武松的故事 端齐水浒传 赵操不物 就是跨跨跨操过去 操什么 第一 武松过锦阳港 金拳打蒙古 他全操 连怎么打的过程 操得非常详细 也没有哪个去追究他版权 第二操 操潘金梅如何调戏武松 让武松如何有正言以告 并且最后进去训斥 第三操 还操潘金梅西门庆如何勾搭上了 然后如何和王婆一起 害死了武松的哥哥 武大郎 整个过程全操 但是金平梅不愧是伟大的主作 这么伟大 该操的时候他操 不该操的时候他不操 他哪个地方不操 关键地方不操 就是武松和西门庆最后的结局 他绝对不能操 这就是他的妙处 这个如果操 操得怎么办 说武松一刀把西门庆给劈了 劈了以后武松怎么办 金梅梅继续写下去 然后武松拎着两颗人头 然后到了西门庆家里 把西门庆的器件 把西门的财产全部给接管 不能这样做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韩兰 金平梅成熟于明朝荣庆万历年间 这部长篇小说 借水浒传中武松杀扫一段故事为演词 描述了西门庆的一生 及其家庭从发迹到败落的兴衰事 小说假托宋朝旧事 实际上展现的是 晚明政治和社会的各种风貌 曾号称明代第一起书 但金平梅只是借了水浒传中 打虎英雄武松的壳 其在精神内涵上 却有着完全性的颠覆 百家讲韩 为您讲述 万历新王路 打虎英雄骆平阳 所以金平梅他要改 他怎么改 这一段他必须改 但是只改这一段他不行 不能说武松还是把西门庆堵在狮子楼上 然后两个人打起来 武松竟然打不赢 或者说那个西门庆竟然逃脱 那武松不是太没用了吧 不能这样写 他怎么写 提前 他就要做准备 做铺垫 所以这就是金平梅的绝妙之处 他先做三个铺垫 金平梅第一个铺垫 他让西门庆 胆子大起来 不要太在乎武松 我们大家想想看 在水浒传里头 那个西门庆和潘金连害死了 毒死了武大郎以后 他们还是惧怕武松的 所以潘金连要在家里设计灵堂 要祭奠武大郎 要等武松回来 要做一个交代 但是在金平梅里头 这个没有了 设什么灵堂 不设了 直接西门庆就把潘金连引回家里去 所以金平梅他这里做了第一个铺垫 铺垫 西门庆不太在乎武松 这是第一个铺垫 第二个铺垫 把武松的证人消除 让武松告状 他没有证据 西门庆有个核心人 在武松寻仇西门庆的过程中 一个物浊 就是念诗的 叫和久 这个和久 拉了西门庆十两银子以后 他不敢得罪西门庆 但是他留了后手 留了什么后手 第一 留下了武松咯咯的火化以后的两块骨头 这骨头疏黑 说明是毒死的 第二 记录下了参加火葬的那些参与者的名单 以便对职 第三 把西门庆给他的十两银子留下来 不用 作为证据 你看看 所以后来武松能够把这个和久带到县衙门 他作证 但在金平梅没有了 那个和久根本没有出现在火葬场 也就更谈不上留下骨头了 还有 武松想找西门庆寻求 就根本找不到这个和久树 和久树到哪去了 不见了 他找不到 所以武松去告西门庆 变成空口白牙 你没证据吗 你凭什么说是西门庆和潘金梅还是你哥哥 都是你哥哥 你拿证据出来 当时说的很好 说 抓贼 抓庄 抓奸 抓双 你哪里有 你什么证据也没有 所以他消除了武松的证据 这是金平梅的第二个谱点 金平梅第三个谱点 他削弱武松的信息 让武松犯迷糊 他是第三个谱点 我们大家看过水浮传里还可以回忆 当武松去告西门庆和潘金梅 当县衙门不受理他这个案子的时候 武松非常冷静 怎么冷静 带着他的两个士兵 然后买了一些酒 买了一些肉 在家里面设起灵堂 祭奠哥哥 然后把灵礼都请过来 请他们作证 同时把那个帮助西门庆和潘金梅干坏事的王婆也找过来 还有潘金梅找过来 就在他哥哥的灵堂上 逼着潘金梅和王婆照顾 是怎么读死他哥哥的 然后让灵里画样 所有的人签字画样 所以他有证据啊 武松他非常的这个讲究斗争艺术 然后才把潘金梅的头剁下来 所以到狮子楼去找西门庆 但是在金平梅中 他不是这样 他做铺垫 怎么铺垫 武松 县衙门一不受理 武松孤零零地从县衙门走出来 长叹了一生 两天长叹一生 然后狠狠地骂潘金梅 大家读了金平梅的 你去读读看 他没有骂西门庆 而是骂潘金梅 什么原因 心里犯低谷 到底怎么回事 所以他做第三步 这样一个铺垫 就弄得武松自己迷惑自己 报仇到底向谁报仇 我是去问清楚呢 还是直接就杀人 他不明白 所以他到狮子楼去找西门庆 诸位把两本手一对照 随府传里头 武松去找西门庆是带了两件东西 第一一个包袱 我们刚才说的 里面装着潘金连的人头 另外 另外一个手 手持钢刀 但是在金平梅里头 武松去找西门庆 什么也没带 就串上了狮子楼 但是一看 九宝说西门大官人 在靠临街靠窗的窗户边 那个酒桌上 和一个朋友喝酒 他一看 那是一个熟人 但是熟人是谁 县衙门的一个早历 一个历远 西门庆不见了 西门庆没在这里 所以武松两个剑步跑上去 把那个县衙门的衙鱼就抓住 问西门庆到哪去了 那小子吓得不敢说话 因为看到武松那个凶声落煞的样子 说不出话来 武松非常气劳 你不说话是吧 一个手抓住头 一个手抓住脚 大家注意 金平梅里头 武松一个手抓头 一个手抓脚 不是抓西门庆 而是抓谁 他的一个朋友 一个早历 然后就丢下去 那么诸位要说 金平梅把西门庆处理到哪里去了 这就是金平梅的狡猾处 伟大处 他不能让西门庆遇上武松 西门庆跑了 怎么跑的 原来这个被武松丢下去的 这个县里面的衙鱼 这个赵立是给西门庆通风报庆 告诉西门庆 因为他跟西门庆是朋友 他受了西门庆的影子 然后让那个和大家一起鼓倒 让知县不要立这个案子 知县也不立案子 他就给西门庆报庆 西门庆一听 不立案子 很好 法律是不解决的 不管我的 于是带着这个赵立到狮子楼来喝酒 然后赏了那小子五两银子 喝了那小子得了这西门庆五两银子 心虚 所以武松问他西门庆到哪里去了 他不敢说 那么西门庆到哪里去了 西门庆正和这个赵立喝酒 喝得高兴 耳中听那个女孩子唱歌 唱戏 然后跟这个赵立交杯换盏 喝得高兴的时候 西门庆不是坐在临街靠窗户吗 他伸出头去 偶尔一张望 不得了 看到武松过来了 远远就看到武松过来了 然后马上把头缩进来 为什么要缩进来 如果武松看到他 那还得了 但是西门庆 他把头缩进来以后 厉害 不动声色 他不吭气 喝了一杯酒以后 跟那个李兆立说 跟那个兆立说 我累急 什么意思 想上厕所 你继续喝酒 西门庆一溜出来 那年头的房子 都是这一家沟通那一家的 西门庆从另外一个门 悄悄地爬到 狮子楼隔壁的 一个邻居的院落里面去 所以这些情况 不要说武松不知道 不要说九宝不知道 就这个赵立也不知道 所以武松一跑上来 西门庆不见了 武松这个时候实际上有点泄气了 西门庆不见 怎么办 他已经把这个赵立丢下了狮子楼 然后自己也从窗户口上跳下去 一看那个李兆立 就跟水浮传里头说 西门庆一样 两个眼睛动 其他都不会动 武松这个时候 哪里固德上报仇 就是泄愤 李小子不说 都当就是两脚 金平梅里头是这样写的 都当两脚 谁挨得住他两脚 这个李兆立死了 姓李这个兆立 就闭上了眼睛 就在这个过程中 酒店的酒保也出来了 还有旁边的路人也过来 说武渡头 武二郎 你打死人了 打错人了 这不是西门庆 如果他说误打了 还是误杀 但是武松不是这样 武松干事 在金平梅里头 也是明明白白 他说我不是杀错的 我问那小子 西门庆到哪去了 他不说 不说我就打他 哪知道他这么不禁打 我才摔了一下 踢了两脚 他就死了 你看看 武松自己犯糊涂 在这个时候 当地的保甲 邻里 一听到这个事 马上出来了 就朝武松围龙过来 什么叫做保甲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骗警 那个时候的骗警 可能很负责任 你看武松 把这个赵粒丢下去 然后跳下去 然后补上两脚 这要多少时间 不要多少时间 但是保甲就来了 温重而动 大家不敢去抓武松 谁敢跟他打架 不敢跟他打架 然后慢慢的围龙过来 把武松触涌到县衙门去 一顿板子 把武松打得直叫冤 你看看 哥哥没有报到仇 西门庭 西门庆没有找到 潘金莲也没有找到 自己还另外杀了一个人 犯了罪 所以天下英雄 为之窝囊 读了这一段以后 我当时读金平梅 哎呀 觉得很气愤 觉得很窝囊 但是没办法 现在想一下 金平梅里头 就不是武松打虎 不是武松显英雄的地方 这就印了一句话 我们过去说虎落平阳 这个武松打得金平梅 就是打虎英雄落平阳 被这一帮保家 就弄到县衙门去了 他这种结局 所以说糟糕不糟糕 您现在收看的是 百家讲坛栏 金平梅艺术的作者非常讲话 他既不能写武松打不过西门庆 又不能写西门庆被打死 于是小木等让西门庆远离战场 情节在这里转了一个弯 武松一将怒火 殃及了无辜的礼造力 那么打虎英雄 驱打死的人 又该如何处理呢 百家讲坛 为您讲述万历新王路 打虎英雄落平阳 武松迎到县衙门以后 有两个官员处理他 我们要把金平梅 谈武松的故事 要有一个了结 哪两位官员 第一个 清河县的支县 清河县的支县 对武松是有感情的 对武松也是佩服的 因为武松是打虎英雄 而且也就是他 给了武松一个都头的 这么一个小小的职务 让武松办事 探欣赏武松 但是 他在这件事上 他不能帮武松 他不能帮着武松去抓西门庆 为什么 因为他拿了西门庆的钱 拿了西门庆的钱 就要为西门庆办事 就被西门庆扶住了嘴 不但他拿了钱 他手下那些县利 牙裕 也都拿了西门庆的钱 所以金平梅里头 余姐很精彩的话 说什么话呢 说这些牙裕们和西门庆 都是有首尾的 什么叫做首尾 都是有交情的 西门庆是什么 西门庆就是他们小金库 他们只要不断地帮西门庆的忙 西门庆就可以不断地给他们钱 所以武松去告状 告不入 当然 那个支县跟那个县衙的 有一些人还是有区别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明朝这个时候 支县一般都是近视出身 还希望有千左的机会 希望追求进步 所以还有一点点照道德底线 所以他也帮了武松 如果看到金平梅里 我们可以看看他怎么帮武松的 武松第一次去告他 告西门庆 他不立案 说你空口碑呀 我没办法立案 实际上我想这里头有个暗示 暗示什么 你武松不是达腹英雄吗 你没有证据 我没有办法跟你立案 你自己私了吗 但是在金平梅里的武松没用 奈何不了西门庆 然后那些县衙里头 实际上有些人也有良心的 他们也在暗中帮一点点武松 在主要帮西门庆的同时 也帮一点武松 怎么帮武松的 作为如果读了金平梅里 回顾一下 没有读金平梅里 可以感兴趣看一下 读一读 这县衙跑到狮子街 去围被武松打死的赵丽念诗 结果他们写出了一个念诗的结果 是什么结果 说赵丽和武松在狮子楼喝酒 两个人的酒都喝多了 为了争钱的事情 为了几样银子的事情 于是打了起来 武松死手打死了这个赵丽 你看看 他们也帮了武松 这就是人 尽管他拿了钱 他还有一点点良心 这是第一批官员 那个支县 第二个处理武松的官员 叫什么名字 这个人很厉害 是东平府的支府 管着清河县 当清河县的支县把武松送到东平府 让上一级官员进行进一步处理的时候 这个官员审问了武松 武松当庭 把钱窍经过一说 这个官员明白了 这个官员姓陈 这个陈之府 是以连接著称的一个官员 而且非常能干 结果一听他明白 明白什么 明白是西门庆和潘金莲 害死了武大郎 于是这个东平府的支府 准备为武松来招雪 你一方面你杀死了人 我要判你的刑 另外一方面 我要为你哥哥来报仇 结果一个批文批到清河县 把一批人要压解到东平府 哪些人 第一个 恶嚎西门庆 第二 潘金莲 第三王婆 以及其他的证人 统统压到府里面来 我来审问 这个消息一传出 西门庆有点慌了 他为什么慌 在清河县的事情 他不太慌 他可以搞得定 但是东平府是更高一级衙门 他又听说这个支府 是又是不收钱的 他觉得自己搞不定大 所以他慌了 但是西门庆有西门庆的道道 搞不定支府 他搞定其他人 搞定谁 派了家人 带着银子 连夜赶府 都城 当时的都城在哪里 因为金平梅的故事是甲介北宋 所以说到东京去 找谁 找金中权贵 这都是熟门熟路 经常送礼的 于是东京的太师 写了一封信 写给东平府的支府 陈支府 这个陈支府拿出信来一看 他本来想年成西门庆 但是这个蔡太师是他的座主 是他的老师 他一看老师的信来了 他扛不住 而且除了他老师以外 金中被西门庆 送了礼的官员权贵 也跟这个支府打招呼 说你开自眼闭自眼吧 你不要给自己惹事了 怎么办 这个陈支府 只好开自眼闭自眼 用金平梅的说法 他做了一个人情两进的方法 什么叫人情两进 西门庆不再追究 他不管了 武松怎么办 他也不追究 他明明知道武松打死那个李肇立 打死那个肇立 不是打错人 但是他也不再追究 你清河县说发配 我就把他发配 后来发配到孟州 所以这第二个 来处理武松 案件的官员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韩兰 金平梅的情节十分放肆 我们不得不禁看人情关系的厉害 一个所谓的人情两进 就能把吴大郎和李肇立的两条人命官司抹平 与水浒传中 武松的轰轰烈烈不通 金平梅中的武松 彻底的败给了西门庆 那么武松究竟输在了哪里 错杀李肇立的武松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他又是既得利益者 这又是为什么呢 百家讲台 为您讲述万历新王禄 打虎英雄 骆平阳 下面我们要看一看 我真不明白 不明白什么了 这个金平梅的作者 那么多的人 你为什么不揪 就一定把武松揪出来 让武松在金平梅里的窝囊一次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想说一点 我们这么长时间分析 武松在水浒传和金平梅的不同待遇 实际上是想说明一个事情 说明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产生金平梅的时代 也就是嘉靖年代 尤其是万历年代 和水浒传风行令年代 也就是明朝的正代年间 明朝的红字年间 它是不同的时代 到了万历年间 人们的道德 人们的正义 已经开始淡薄了 他们正在浪位 浪位给什么 浪位给权 浪位给钱 正义和道德 这种价值观 正在浪位于权势 浪位于金钱 我们看看这两个处理武松的官员 清和县的支县 他本来对武松是同情的 本来对西门清应该是有些证悟的 因为西门清在当地为非作代 他应该是证悟的 但是当他在钱和法这个选择之上 他放下了法 他选择了钱 还有东平府的那个知府 陈知府 在法于权的这个衡量上 他也把法放下了 选择了什么 选择了权 他这个权力 抗不住来自于上层的权 所以他自己也觉得窝了 因此我们可以说 武松到金平梅 之所以这个英雄 打苦英雄落入平阳 他不是败给紧紧的一个西门清 而是败给谁 败给西门清 用钱编织起来的一个关系网 他被网住了 而这个关系网网了一群人 我们从金平梅里都看到了 新门清这个关系网网到了哪些人 第一 网了王婆 这个王婆就帮助他 让他欺骗和勾搭上潘金莲 第二网 网住了清河县的支县和他的下属 第三网 网住了金中的太师和权贵 第四网 网住了东平府的支府 第五网 网住了镇人 所以这些人都在西门清用金钱编织的那个网上 网住了 他们自觉和不自觉的被网住 你像东平府的支府 他没有直接拿西门清的钱 但是他被西门清的钱编织的关系网的这个权贵 他网住了 所以我说我们要解释的是这个道理 但实际上我们分析一下 这个武松在金平梅里头还不是最倒霉的 或者说还不是最窝囊的 最窝囊的是谁 还有一个人比武松还要窝囊 大家回忆一下看 被武松一摔两贴 打死的那个赵立 他比武松死得更冤枉 死了白死 还说人家跟武松争钱 他没跟武松争什么钱 武松也不是喝醉酒打死他的 是泄愤打死他的 但这个李赵立白死了 什么原因 因为比起西门清的那个关系往来 武松没办法 但是比起李赵立来 比起被武松打死的这个赵立来 武松还是有优越性 有什么优越性 第一个优越性 武松是民人 有社会声望 他有贡献 他打死了一只老虎 他是打虎英雄 受到大家的尊重 第一他有民望 第二他还有点点社会地位 有一点什么社会地位 多少是个都头 县里面的都头 尽管这种都头不要朝廷任命 但是毕竟有一点地位 所以他比起李赵立来 李赵立武松来 他又是个弱士 第一他是个普通的县衙门的 一个普通办事员 没有权势 只能够上下其手 捞一点点 银头小利 第二 他没有什么社会声望 第三 他为了给西门庆报这个信 为了他无量银子 我想他家里经济条件 也非常看得见 可能还是个穷人 他既穷又没有声望 又没有社会地位 所以打死被李武松白打死 收了师就完了 所以到万里时期 是变成这么一种社会 武松奈何不了西门庆 李赵立被武松白打死 所以我们想在金平美里头 跟大家展示一个万里时代 这么一个状况 武松并不是败给了作为个人的西门庆 而是败给了以西门庆为代表的一股势力 败给了这股势力 武松空有神力 他不知道他的权该往哪里打 结果打到了一个人家基本上无辜的李赵立 所以我想跟大家谈金平美 武松在水浒传和金平美里头的待遇 实际上是想跟诸位谈一谈 到了万里年间 明朝的历史和 城华洪志正的年间已经不是一样了 他已经不是个人英雄主义 可以打打杀杀的时代了 个人英雄主义到了万里年间 他已经不吃香了 而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了 我们刚才通过分析 他实际上进入一个有权势和有金钱主宰的这么一个社会 不但朝廷出了问题 朝廷不断的折腾 老百姓民间也出了问题 出了什么问题 到了金平美里头 大家对西门庆 政务感好像不是太多 倒有不少人在同情 有些人在羡慕 这是从金平美描写里头可以要看得出来的 所以在老百姓里头 这种道德观也浪位了 我们刚才说到的 而他更加需要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存在 不要饥饿楼愁 该怎么样 该用包容 宽容 得劳人士 且劳人 这种方式来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所以到了这个时代 人们之间这种感情 人们之间的这种相互之态度 也发生了变化 这个变化 我记得我在张居正时代已经说了 张居正的被清算 说明官场已经不需要认真办事的人了 海瑞的被嘲弄 说明这个时代已经不需要两袖清风了 清官受到嘲弄 而老百姓也对这些人表示包容了 在下一集 我们将用另外的故事 来看一看 这样一种价值观 是怎么样被人们所宣传的 我们今天谈到这里 谢谢 流行于晚宁时期的三言二台 不仅是明代的杰出文学作品 也是反映晚宁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 三言中的第一篇 《讲经歌重绘珍珠珠珊》 以一个连环抱的婚宴故事 从不同角度体现出晚宁时代 处处讲求语能方便 自己方便的社会风气 江西师范大学方志远教授 做客百家论坛 为您讲述 《万历新王录》第十三集 与人方便 自己方便